粉笔笔和李晨已经做了两年的恩爱了 现在传来消息 终于粉笔笔和李晨传来了风讯 他们二人终于能见过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粉笔笔和李晨已经公开练习了两名友谊 很多网友一直关注他们俩的亲户问题 最近他们的婚庆被传开 很多网友都快要激动坏了 个个都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他们两人在就是向文国上 不断地说恩爱 善途骗撒过凉 能够让笑掉灭疫情单身网们 于是网友们越开始受不住了 纷纷就开始催婚 说两人能尽快哺乳婚姻挺谈好办事 其他这离我不由的上说一句 有情人终成眷属 然而最近两个人结婚的消息传开以后 肯定找不了游乐村里面的人物 大家一定还记得 伴侦组的里面的三大美女吧 紫薇小燕子金锁 但是这部电视剧 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很多乐趣 为止我们触碰了一对愉快的童年 当然了 这个粉笔结婚 他们也回来 并且还是带着满满的祝福来 前不久就说这次粉笔笔和李晨结婚 很多明星大腕都要来 明星如赵薇等这些实力派的人物也都会到场 赵薇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忙的人 很难有时间 但是这些不一样 虽然很忙 但她会在本忙之中抽空来参加婚礼 可见二人的关系有多么精密 她其实圈中还有个与粉笔笔关系很不错的女星 只是安德拉贝比 都知道粉笔笔男友李晨与安德拉贝比是合作伙伴 而李晨也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 所以粉笔笔也把她当作妹妹 一点也不嫌 因此安德拉贝比当伴娘李晨与她的